大家好,又到了兄弟年10分钟加把系列课程的时间了 我是威哥 威哥在手,天下网友 大家好,我是小白 今天是我们的第八讲 然后上一节我们写了一个Hello World程序 那么这一节我们重点去分析一下Hello World程序内部的程序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一节里面我们是这么三个内容 第一个,我们对我们上一个写的Hello World程序做一个分析 然后里面代码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个,我们在代码的时候 我们经常要写一些注释 比如说对这个代码进行说明 我们有哪些注释方式 这个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 第三个是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的一个编码的代码的一个格式 是什么样子的 OK 就是上节课的Hello World我写完了 Hello小白我也输出了 就是有代码里边那些英文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小夕没教你英文吗 小夕是日本的 他说日语又不说英语 那你日语还不错啊 Yamada嘛 Yamada 我们用我们的文本记事本吧 好,打开 OK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里面 第一个我们结合了这个注释来 第一个是一个叫Public,对不对 这是一个关键字 关键字 对,在我们写交易语言 你看一种语言嘛 它肯定有它的语法是吧 有语法 有它固定的那个格式 对吧 那这个Public呢 就是什么意思啊 英文是公共的意思 对吧 你这样公共厕所吧 对吧 Public Public公共的意思是吧 Public 什么 Toolator Toolator是吧 公共厕所 Public OK 那Class就是指的是这个 一个本体 类 类 不是扳机 不能理解的扳机 是一个类的意思啊 就表示一个类 类别嘛 是类类别的意思啊 就这也是一个关键字啊 Class 这都是小写的 然后中间用空格 隔开 对 然后再空格 哎 第三个就是这个Hello World呢 就是一个表示这个类的一个名称 一个类名 OK 类名 好 那么在这儿呢 我也给大家顺便结合的我们 讲的这个第二点的这个注释啊 然后给大家写一下 OK 这样的话呢 为大家做好这个注释啊 然后我们写的这个第一种注释啊 我们现在来用的是这个 比如说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OK 这是一种叫文档注释 文档 文档注释 文档是什么意思呢 等一下我们会生成一个文档 给大家看一下 一个写杠啊 然后呢 两个星 然后在后面是一个星 一个杠 然后在里面可以写这个注释 注释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来描述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意思 是吧 在编译期呢 它会忽略 忽略 对 所以不会去编译它的 只是为了我们程序写代码的时候 方便自己去理解程序的时候 怕以后忘了 是吧 什么意思 我们就加上注释 这也是一个编写程序的一个很好的习惯 对吧 比如说这个 public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关键字啊 就是叫公共的 是吧 或者说叫公有的 对吧 公有的 的意思啊 这是关键字 那class呢 是我们的一个 这是类别 是吧 类别 这是叫声明一个类的这个 关键字 明白了吧 关键字 就是你定一个类 必须要用这个关键字 是吧 OK 那么这个 hello world呢 我们看一下啊 hello world就是我们这个类的名 名称 对 这是什么呢 这是自定义的一个名称 也就是说 你要叫 hello也行 你叫world也行 是吧 或者你叫小白也行 对吧 就这个名字你随便取 OK 是随便取的 是自己取的一个名字 只不过要连起来 好吧 然后呢 一对 这一段写完以后 就一对大括号是吧 花括号啊 花括号扩起来 就表示声明一个类了 声明了一个类 然后里边呢 然后里边呢 是一个public 加了一个standic void main 这一节呢 大家先简单先这么理解 这是一个叫 我们在这定义啊 在这我们也可以去 用这个注释啊 这是文档注释 对吧 我们说这样文档注释 OK 在这写 写我们的这个注释 然后这是叫呃呃程序的主方法入口 也就是这个是一个表示一个方法 方法 对一个声明一个方法的意思 只不过这个方法呢 有特殊的含义 就是程序运行的时候啊 它就需要有这个main方法 表示入口 对吧 就像你要进一个超市 有个大门一样 哦 你从这大门才能进去 对吧 这程序一跑起来 它第一个运行的代码是哪个呢 就是这个main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这个它有它固定的格式 所以这个格式是不能改的 哦 好吧 就是这么写 对 就这么写就行了啊 先记住 后面我们再具体讲解到 比如说standic的关键字的时候 我再给大家回过头来 再去讲解这个main方法的时候 你就哎 一目了然了 现在我可能给你讲standic 可能你还不理解 好吧 就这个意思 所以呢 这个主方法呢 大家还是先记住 是吧 这叫 呃 这也是公共的 公共的意思 是吧 公有的 这是叫静态的意思 啊 先这么理解 然后这是表示void的 没有反位值 这个方法 哎 然后这是方法名 对吧 然后里面括号是 它里面的参数 哎 就是这是参数啊 参数也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参数 是猪串数组 这是参数的名称 对吧 参数的名称啊 呃 刚入门啊 没写过程序的这个同学啊 就最好是就把这个方法先这么记下来 记住 这是最好的入门方式 对吧 哎 后面呢 我们再具体写到方法的时候你就理解了 为什么都没办法这么写 因为现在你没接触过程序 我再给你去分析这个方法是怎么 这些怎么定义 为什么是这么写 你可能就会给你讲晕了 哦 讲懵了 是不是 所以你就记住 这是程序入口的主方法 主方法 就可以了 好吧 注意方法一定要定义在这个 类里边 是吧 你看他写的 是不是在类里边啊 是 在内部 是吧 嗯 OK 好 这是方法 我们这样来定义 然后方法里面又是一堆大括号 对不对 对 又是一堆大括号 那这个大括号是什么呢 就是表示方法体 啊 这是我用 这叫单行注释 单行注释 对 这个叫单行这个注释 单行注释 这个叫 哎 我们叫 刚才叫文档注释 对吧 文档注释 这叫单行注释 就是注释一行的时候 两斜杠 嗯 就可以了 啊 两斜杠 好 那这个叫什么呢 叫方法体 就方法内部的代码 是吧 或者我们也可以叫 这是 叫什么 就是我们的 编写的这个代码了 啊 这是一行代码的意思 啊 这行代码具体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像 这是 就是输出 一个 hello 字符串 对吧 输出一个租串 这租串就是hello world 的 用双引号引起来 对吧 那么哎 这个字符串是需要用双引号引起来的 哦 ok 才表示一个字符串 这是一个打印语句 那最后呢 是要用分号来结束 分号结束 哎 这个语句是用分号结束的 对吧 你看这个就不用分号 对吧 哎 这不需要分号 语句是要用分号来 哎 结结尾的 哎 就这样一个意思 哦 ok 好 这就是这个hello world里面所有任何所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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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的这个呃程序代码的一个意思嗯啊那我们除了文档注释单行注释我们还应该有什么呀 还有这个叫呃多行注释对吧多行注释我们这张写呢比如说在这下面写啊哎多行注释就是一个杠星这样 比这个文档注释呢少了一颗星是吧哎少了一颗星就是这个叫啊多行注释 啊 那什么时候用单行注释呢比如说你在写代码的时候我某行代码上面我需要注释一下那就单行注释嗯嗯嗯 多行注释比如说我有很多行注代码要注释嗯那可能你就用多行注释嗯嗯对吧可以灵活用比如说我用呃单行注释也呃也可以换成多行注释嗯 这都可以灵活灵活化嗯嗯 OK 文档注释一般就是在这个类的声明里面 或者是方法的声明里面去定义 它的好处是我到时候可以把这个生成文档 生成文档 对 生成文档方便让大家看 对吧 这个时候这个文档注释就会自动的 我们通过那个命令 它就会帮我们生成这个文档里面的内容 比如说注释 是吧 就生成比如说对这个 一般就是对这个Hello World 这个类的一个描述 是吧 比如说这是一个什么类 是吧 比如说这是一个这个Java入门程序 是吧 比如说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 对吧 它就会生成这个文档 OK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 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Hello World 这个内部的这个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OK 好吧 好 好 那么刚才我们介绍这个结合这个呢 我们就会有三种注释 是吧 这三种注释呢 最在编译期它是会把它忽略掉的 忽略 只是为了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方便自己去理解这个程序 是吧 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注解 是吧 就像你做一个说明一样 为以后看代码的时候更方便 对吧 OK 三种方式 好 那么在代码格式里面呢 我们会看到啊 代码的位置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 是吧 对 加码是原格区分大小写的 大写就大写 小写就小写 OK 好吧 这是一定要严格区分 啊 严格区分 好吧 就是大写两个字 一个字母跟小写字母是完全是两个东西 那是不一样的 好吧 然后加码是一个自由格式的语言 就是他就说 这里说的自由格式呢 就是相对来说 是吧 相对来说 然后代码分为结构定义和功能执行语句 功能执行语句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刚才写的就是哪个是执行语句啊 这个代码体这个句话是不是执行语句啊 是吧 这就是我们的执行语句了 OK 好了 功能语句最后呢必须加分号 我们也看见了 这后面有加分号 是不是 对对 加一个分号就可以了 那这是我们简单的一个代码格式 那后面呢 我们还会再给大家讲解 这个具体的这个语法的一些规则 现在呢 我们只是针对这个Hello World程序啊 这个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 OK 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文档注释这一块啊 这一块内容这个如何生成文档 是吧 后面呢 我们还会给大家再去做演示的讲解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简单去了解一下这个文档注释 和这个三个类别 OK 好吧 后面还会教大家怎么去生成这个文档注释 OK 好 那我们呢 今天的这个 这一节里面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OK 谢谢大家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节再见 好 好 好